首先我们说因为夏至一阴生 从那以后呢 就开始开始阴气逐渐逐渐忘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讲夏至这一天是在哪一天 他就决定了三伏是在哪一天 所以夏至三更后就是三伏 所以我们都认为三伏啊太热了 实际上这个伏字指的是阴气伏在下面 它藏在下面 就是准备阴气要生发出来 潜伏在下面 马上要伺机而动的时候了 对了它要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在夏至的时候呢 就要保护这一点点阴气的萌芽 我们就叫滋阴 滋阴的话呢 同时也是为了给夏季清这个暑热 所以我们要吃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就是这个 这是桑肠 叫桑肠啊 对 这个桑肠本身就是说 它在夏至之前它就会上市了嘛 而且上市时间非常短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我把它叫做什么呢 水果中的乌鸡白凤丸 因为乌鸡白凤丸的作用是什么呢 滋阴养血 对对对 所以是女性的宝贝 那么它就有这个功能 这个桑肾尔就是滋阴养血 而且你知道 其实乌鸡白凤丸男性也可以吃的 也可以 滋阴养血嘛 所以它也是一样 所以男女都是可以吃 特别的不肾 如果说是抗衰老的话呢 在水果中它也是第一名的 因为它就是可以滋养肾阴嘛 那么男性也是一样的 很多男性其实他年纪大了以后 他也会乌鸡 所以晚上睡觉到汗嘛 或者是觉得自己那个关节 经常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就咔嚓咔嚓的这种感觉 这就是隐虚 因为关节缺乏润滑 吃这个都会有特别的好处 因为桑肾的季节非常短 一两个星期就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桑肾 可能我们讲了它的好处 但是它还是觉得没办法用到 对对对 所以其实大家不知道的 就是药店有干的桑肾外 就是影片我们说的 对了影片就是这个 就干品 因为桑肾正经是一味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年四季 都可以在药店买到这个干的 也很便宜 那干的跟湿的作用是一样的吗 有一点区别 就是这个鲜的呢 它轻热的作用要强一点 而我们这个干的呢 它就偏向于湿滋阴补血 所以其实大家一年四季 都可以用桑肾来补养自己的 就是买这个干的 比如在夏季夏至的时候 我们是吃湿的好 还是吃干的好的 如果你有新鲜的时候 你一定要吃新鲜的 因为新鲜的 它还有抗氧化的作用 特别的强 但是当我们没有新鲜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一年 吃一两个星期的桑肾太少了 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一定要多吃 就是去买这个干的来 理解 这个干的呢 是泡茶喝的 这是泡茶喝的呀 对桑肾是可以泡成桑肾茶的 你就把它直接每天抓一把 然后拿开水冲泡 焖一会儿 焖一会儿以后呢 如果说有的人愿意 加点口感 你就加点蜂蜜 那么女性可以加点红糖 然后再来喝 这个效果很好 这个茶是真正抗老的 茶呢我们就是喝这个 它不会上火吗 这个桑肾 这个完全不 因为它是轻火的 所以是去火的 你比方说有的人有这个虚热 我们讲的一种 就是阴虚内热的感觉 像女性特别明显 就在更年期的时候 她觉得从里边产生一种热 就是皮肤表面 并不是很烫 但是就从里边热烘烘的感觉 每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脸就突然轰了一下 发红了 对对对 这个就叫做内热 这种时候就吃这个脏事 那种内热不是说 我加减衣服可以去掉的 这种脏事是非常的好 男性也是啊 很多男性就都想不胜 其实不要吃药 不胜吃药是最傻的 因为很容易吃出肾衰竭 就是吃这个 再见